好,各位同学,现在我们要来介绍一种视觉化表示物件和物件之间关系的语言 称为Unified Model in Language,简称UML UML是一种图形化的表示,OOP表示方法 Graphical Notation for OOP 下面是个范例,那我说的范例都是从这个网站来的,它是Visual Parading 一个专门开发视觉化软体的网站 它的软体可以让你画出各式各样OOP的架构图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UML跟一般的OOP表示方式也是很类似,它先用一个 长方形,然后表示第一个 Object的名字,Name 那第二个,它的Attribute,就是它的Data 那第三个呢,它的Operation 就是Functions 那这个Functions呢,它要分为这个 有Signature跟没有Signature 那它的Signature其实就是 它有没有它的变数的那个 资料形态 像这个 Shape,然后GateLength 它就是Return ING,代表它说 这个形状的长度是 整数 另外它SET Length,它也会有这个 INT或是Void,就是没有汇船 所以它们的差别在于说,有没有这个Data的形别 那有的话呢,就称为是有Signature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luss的Operations Operations就称为 Functions Namevers 主要就是用来 处理 这个Cluss里面资料的一些 函视 Functions是函视 那刚刚讲过有Signature的话,它这个 每个Functions它会传回一些资料 对不对 那所以它传回的资料就写在这个 写在这个Functions的后面 用这个 帽号作为分隔 好 那这个Cluss里面它是有一个有Signature的 Cluss 所以呢,它有三个 Attributes 或是三个Data 那第1个是一个整数 第2个是一个浮点数 第3个是自己定义的 Cluss Circle 那 另外一方面它有三个Operations 有三个Functions 那第1个呢,它会接受这个 输入的 传入的值 P1 那 一样的这个传入的值的 请别是下后面,那前面这个In 或In Out 是用来形容说你这个资料是纯粹的传去呢 还是说你 传这个In Out的话,这个P3可能就会在这个Appleach里面会被 被更动 那Output的话,它就是输出了 对 OK 那Input就直接 纯粹的把值传进来,它只是 把值负传进去,它不会更动到你原来的值 那In Out可能你原来穿进去这个指标,它就会更动到它的值 那刚刚各位同学可能有注意到,在这个 Attribute或是这个Operation前面都有一个 符号 它可能是加号,减号或是紧号 那这三个符号分别代表着不同的这个 Data的这个Visibility Public就是 说 记得我们 在介绍OOP的时候有讲 Public就是你所有 其他的class或其他的function都可以直接存取到你 这个class里面的资料 对 就是开放让人家存取 那Private就是只有你自己才能存取你自己的 class里面的资料 那Protected呢 Protected就是 只有你 继承你的class 才可以存取的资料 那In Out function也有这个Public Private function或是Protective function 好 那在我们刚刚讲过这个 输入了 这个function里面传入的 参数,对不对,Parameter 它里面有这个方向 In,In Out和Out 这个directionality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这个Operation呢 Operation1 Function1 它的第一个P1是Input的 代表说这个值就是 call by value C的 说法就是 你把这个值 复制一份传取 那里面这个方形怎么变动跟外面的 无关 这是Input 那In Out呢 就是提醒你 你这个值传去以后 可能会被修改 一般就是你传进了这个 指标进去的话 它就可以跟动你指标指向的那个面部里的 Data 或者是 有这个 你可以 对 传一个reference 有两种 但是都是指标 又法不太一样 C++也没有两种 那就是 你把一个 指向Data的 指标传进去 所以 这个方形可以去 变动你那个指向面部里的 资料 那这个out就比较 少见啦 一般比较不会 直接 应该说一般如果你是要 把一个东西传出来的话 一般都会写在这个return type里面 不过 也是有人这样写 那就是说你这个值 你在外面 即使是 你Initialize 你丢进去给它 做一些 初始化 或是给它处理 然后再把这个 结果传回来 所以 一个class 我们可以从 它这个 简单到复杂 分为三个 角度来看待它 perspectives 那简单的状况下 我们就把它称为conceptual 它是概念 我们只是用这个class 做些概念 甚至它就只有一个名字而已 但是 比较详细一点 它会有它的一些 Data和 放讯 那 比较 里面有signature 里面有各个return type的话 我们就把它称为这个spec spec 简称spec s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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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软体有定好spec的话 大家可以开始写嘛 所以一般做软体工程的话 就是重要就是 你要定这个架构 然后还有 你的 Data之间的 资料之间的交换 就是 这样子 很多工程师 才可以一起 协同工作 对 那更细节的话 包括连ebo 都 描述好的话 就称为 这个implementation implementation 那这个inheritance 通常就是 第一个 它的parent class 或是称为super class 或是称为base class 它这个 复类别 就写在上面 那继承它的呢 就写在下面 那中间会透过一个箭头 一个空心箭头 代表着这个 继承的关系 那继承通常代表这个 is2的relationship 如果这个抽象的class的话 通常会用 鞋体代表 鞋体字代表 它的class name 好 那如果是这个 抽象class obstract class 就是说它只有定义这个 Function interface 但是它没有implementation的细节 记得它一定要细节化 在uml里面会用这个 虚线作为代表 它称为 realization 或是implementation implementation implementation interface 好 那刚刚看的是 是继承的关系 是个垂直的关系 那我现在看一下水平的关系 那水平就是 两个class间它们有互动 但是它们不是继承 它们互相合作 那这个水平关系 统称为association association 它可以分为 一对多或是多对多 或是一对一对一的关系 那一对一通常就不写了 你可以在那边写一下 标注一下说你是一对多 exactly one 或是zero to one 或是 zero to more 一对more 很有这个 数字或是 米字键 万用符号代表 那这个association 里面又可以分为三种 细分为三种不同的关系 第一种是 aggregation aggregation 就是说呢 这个class a 是 part of class 2 这样子 所以呢 它是会呼叫到这个class2 但是呢 并 不会 同时的 它们有不同的lifetime class2可以先存在以后 class1可以存在 那class1消灭以后 class2可以继续存在 好像没有要同时 新增或删除 这样子 通常就是你 call那方形 或是传message给它 那composition composition的 这个关系就比较紧密 它们这个 live and die together die or alive 那这个object呢 class2 它可能是 这个class1的一部分 比如说它的 member variable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composition 来代表 这样class1 建立的时候就顺便建立class2 那class1 消灭的时候也顺便消灭class2 这个称为composition 那这个 接下来一个就是dependency 就是说呢 如果class1 class2有改变的话呢 那class1就会更改变 比如说这个person 还有book 那book变的话 这个person 也会有改变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范例 那这是一个订单系统 中心在这边 所以我们现在有个order 订单的class 对 那这个订单class有什么资料 第一个 它的日期 什么时候下的订单 然后它的状态 那在订单里面 你就要去 描述 里面有哪一些 货物嘛 哪一些产品 那这个产品呢 它就是有order detail 这个order detail 那order detail说 树木啦 说你这个买多少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one to menu 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order detail order detail 那order detail里面 它会计算说这个 还有 税啊 树木啊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 你 加起来 多少钱 或多重 记住去吧 税 税很重要 那这个order order detail里面 它是把这个 真正的这个产品跟order detail 分开来 那每一个order detail里面有更多的这个产品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产品 产品它的名字啊 产品的 产品的描述啊 产品的 重量啊 然后 它就开始 然后就呼叫这个 get price for quality 就把这几个多少钱 它就算出多少钱 对 然后传回来 所以呢 这个order跟这个order detail order detail跟这个 这个item都是一个 aggregation的关系 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 它会去建立 呼叫它 这样子 那应该这个composition的关系 那这个另外这个呢 这个另外一边是说 有customer 那order另外一个重要的资料就是 资讯就是说你是谁下的订单 customer是谁 customer 那他们就是资讯有关系 好 那在订单之下呢 另外的关系就是说 里面有什么 payment 那这也是个关系 这不是 虽然它是垂直 但它不是 计程喔 它是association 因为 水平没地方化 好 那 这个payment 这个upstract class 这付钱 那payment因为有不同的 实际上怎么付钱 然后现金 支票 或是 什么 信用 信用卡 那 它每个付钱方式不同 但是最终目的就是payment 所以你可以定一个 抽象的class ubstract class 然后呢 然后去继承这个 三个不同payment方式 每个都去继承这个payment 最重要就是说 付了多少钱 那再来看第2个办例 这个办例是这个 GUI Graphics User Interface 就是我们一般使用的这个Windows的系统 这个视窗界面 那视窗界面就是用这个计程写出来的 你可以去计程一个Windows 那这Windows有什么功能呢 有open、close、move、display 但每个GUI的 它的class名字不太一样 那它们都是在描述一下 它们基本上都是用计程所做成的 那这个entity 它可能一开始有个frame嘛 就是一个视窗的基础 然后你可以判断出它是不是 它这个Windows是计程这个frame 对 Windows可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Windows啊 可能有Dialog Box 对 对话窗 那另外一个是 Console Window 这个 命令列 对 Dialog Box又可以 在 跟这个 这不是计程啊 这是association 跟这个DataController有关系 这个Dialog Box 会去控制些data 另外呢 这个Windows会包含里面有很多的什么 Aggregation 很多的shape 对 里面有不同的形状 长方形啊 多边形啊 Polygon Circle 对 Circle里面又有 一些Opression 设定它的 中心 圆形或是它的半径 然后把它刮出来 那里面就会有很多的点 这样子 Composition里面有很多的点 然后接着点把它描出来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Windows就会有 Depends on event 对 它在呼叫各个里面 它不同元件的通讯的话 就Depends on event 然后Display的时候 它就会call这个controller 它是一个association 它有个 controller的概念 它会去call这个controller 去说 先确定说 我们这个Windows在哪里啊 然后把这个附近的东西 清掉或是 Gate我们这个 高跟宽 Controller class 这是一个 用 UML表示 GUI System 的一个范例 好那以上简介了这个 UML的基本描述语法和范例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去用这个 Visual Studio 它会 第一个根据你的程式码产生对应的 UML 第二个它可以 让你画 UML 然后产生call 不过当你 程式码越来越多多 你会 觉得 用画的 有点慢 这样子 不如先写 然后再产生 产生这个UML 有的时候 当这个系统很复杂的时候 稍微画一下这个架构对理解大量的程式码是有一些帮助的 以上就是这个UML的介绍 那我大部分的资料都是从这个网站来的 Visual Parity 公司开发这种视觉化 软体的 公司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网页 谢谢大家 各位小伙子 请 ô Paw underneath 噢